OK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小羊龍 那我們這一次呢 要來玩的遊戲是 怨恨搖籃曲第一集 廢墟的幼影重製版 怨恨搖籃曲其實目前已經出到第六部了 第六部前傳已經出了 不過還沒有漢話翻譯就是了 那這是第一集就是 星野跟小光他們的出獄的故事 那他都有重製版 聽說多了很多CG啦 然後劇情啊 還有一些雜雞雜八的路人甲的圖像 沒有啦 雜雞雜八是開玩笑的啦 對啦 反正就是多了很多東西 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玩看看 這一次的怨恨搖籃曲 是不是會多出了什麼新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從盤旋著怨恨的廢墟中 能深入人心的 究竟是愛 意 或是恨 嘖 怨恨搖籃曲啊 哼 有人來了呢 好像來了呢 好像來了呢 那 怎麼辦 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只需要 不斷重演 就行了 盤旋 盤旋著怨恨的廢墟 誰都 誰都 已經無法從這裡 逃出去了 這感覺是裡面阿飄的對話的FU 喔 我們的主角 星野 月公星野 是吧 這 就是傳說中的廢墟嗎 春之秋醫院 已經發生過多起不幸而淪 而淪 而淪落荒廢 後來就變成了 一處著名的靈異景點 哼 骯髒又簡陋的破地方 趕緊弄完了 走了 嗯 月公星野 高中生 有點懷念的傢伙 他真的讓人懷念 冷靜 什麼東西都會去調查 欸 有狀態耶 看一下好了 十分冷靜的高中生 很少有情緒波動 好 然後 真的換好多了 我記得一開始玩的時候 不是這負責性阿 廁所也換了耶 廁所請保持清潔 現在已經廢棄了 變得完全張濫不堪了 哼 真是諷刺 哇 看來他整個已經大改過囉 這個是 醫院 就是 醫生 整條室吧 哼哼 看一下 泛華的醫學書 可見廢棄很久了 我記得要先來這裡吧 資料室 對 上鎖了 好吧 要直接上 嗯 你誰阿 靠 一開始不是這樣應該說 請問你哪位吧 你你你你 你突然幹嘛 你誰 我才要問你 蛤 嚇到了美美 還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咦 這個人 仔細一看 是個帥哥耶 或許還是帥翻天的美男子 對不起 美美和朋友走散了 一個人很不安 喔 是喔 拜 欸等一下 都說等一下啦 跟美美一起行動吧 去找你朋友阿 美美討厭一個人孤零零的 很可怕嘛 啊對了 我呢叫做美斧美酒 可以叫我美美喔 這傢伙怎麼搞的啊 一個被強制組隊的感覺 這個直接強制組隊喔 我看看他有什麼特殊能力 看看 喜歡帥哥的女孩子 沒有什麼特殊能力嘛 簡單來說就是個廢材 泛華的紗布 嗯 好空的感覺喔 喔這裡有一個大石頭 為什麼只有這裡被瓦莉堵住了 這這裡是 剛才 裡面有聲音 是 是你的錯覺啦 這裡好詭異喔 我們快走好嗎 裡面有什麼嗎 沒 沒有人喔 妹妹什麼都不知道 對啦 妹妹呢 拿著這個東西 我們去那邊吧 好不好好不好嘛 算了 麻煩死了 先這房間先放著不管吧 獲得資料室的鑰匙 別管這裡了 去別的地方 所以 這邊是怎麼回事呢 嗯 所以資料室 我就是這裡吧 使用了資料室的鑰匙 喔唷 好多血喔 這 這裡怎麼回事 而且這些紅色的是 是血 剛才妹妹跟朋友來的時候 根本沒這些血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正好 我就是要想找這種地方 你是笨蛋嗎 這間醫院很明顯不尋常吧 妹妹不想待在這個血裡裡有詭異的地方 妹妹要回去了 你最美資格講別人啊其實 怪咖一個 怪咖一個 你最美資格講別人啊其實 呵 怪咖一個 呵呵 其夫人白河女士 以及女兒倡普 疑似是這三人的血跡在自家被發現 根據調查的相關人員表示 並沒有發現這三人的遺體 目前持續搜索中 然而從現場的慘狀研判 三人存活的機率十分渺茫 誰知道管他了 呵呵 話雷文 泛華醫學書 啊 欸 這血還沒乾 蛤 血還沒乾 所以是剛塗上去了嗎 擺著各式各樣的雜誌 週刊不可思議 就是因為這本雜誌的關係我才來廢墟的 欸 呵呵呵 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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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有趣的事情 先走啊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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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聽我說幾句啦 什麼 你去到前幾個月變成廢墟的春之秋醫院吧 現在完完全全變成廢墟了 好像又有那個喔 這兩個不是在童子的詛咒出現的那兩個 那個不要命跑去玩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祝福的那個嗎 其中一個死掉啦 呵 然後另外一個還活著啦 再見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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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再聽我說一句啊 你仔細一看還是個正妹耶 呵 我看到囉 看到什麼 幽二零 喔 反應太冷淡了吧 夜公 你們有對戰球幽二零的浪漫的其樂情嗎 我不想在這種東西上請出熱情 但我真的看到啦 徘徊在醫院附近有個藍白色男子的身影 只是迷失在廢墟裡的人吧 說不定是罪犯什麼的 什麼嘛 真可惜啊 如果真的可以得到獎金一萬億元的說 那是什麼 看看這個 周刊不可思議 哇 你們喜歡看你的靈異答誌嗎 好 如果靈異照片被採用的話 可以得到一萬日元喔 一萬日元 沒錯 一萬日元 我本來是想拿來 貼補超心理學 及超自然研究 超自然心想移動社的社費 只能找別的機會嗎 就是說嘛 可是我現在超忙的 超忙的 不要別的事情 所以啊 你就被這個一萬塊出賣了嗎 差不多就是這樣吧 我以為拍個照就行了 結果感覺變麻煩了 該回去了 女人的慘叫聲 是剛剛那妹妹嗎 那個叫聲還蠻可愛的其實 嗯 欸 廁所這邊有寫 SURPRISE MUTFUCKER 超髒亂的這裡 喔 臉上充滿恐懼與痛苦 並扭曲著 美美的遺體倒在地上 斷氣了 模樣真悲慘啊 全身被砍的都是傷 喔 他是被砍的喔 加害者拿著武器嗎 從妹妹的傷腿車 恐怕是踩到之類的 Oh my god 我真的覺得這個 月公真的有時候很可怕 光他這樣子很鎮定的 看著別人的屍體 然後研究他是用什麼 被什麼東西砍的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猛的 要是遇到犯人的話 根本沒勝算 想報警手機也沒訊號 還是趕快離開醫院吧 走吧 可是他剛剛表情突然 超聲吧 他剛剛表情瞬間好像有一點變化了 希望 走囉 大門緊閉了 打不開 可能原本建造的時候就有毛病吧 如果兩個人一起推的話 應該就能行 對了 二樓有個會發出聲音的房間 去看看吧 呵呵呵 為什麼我覺得 他好像是 他其實完全沒有想到想起來的感覺 然後只是剛好想到 順便 去一下這樣子 有一種這種Fu欸 好啦 接下來應該是要跟小光 來個出事相遇啊 咱們好基友的 那個友誼就此展開了 喂 有人在那邊嗎 就是有人在 才能跟你說話了吧 拜託你救救我 我是被同學硬批帶來的 然後 無所謂 我幫你把門前的瓦莉莉 對一台 你等等 謝謝你 真的很謝謝你 終於被放出來了 謝謝你救了我 我叫風古光 你呢 來幫忙開門吧 蛤 什麼 走吧 嗯嗯 直接果然就是 來幫我開門 不用多說了 先來吧 弱弱的少年在學校受人欺凌 想要朋友的青春期 這個形容 很貼欠 第六感 只有不好的預感特別準 哈哈哈哈 這倒是真的 你 裡面不會突然出現殭屍什麼的吧 裡面是空的 呃 不要打開啊 驅蟲在蠕動的 咦 怎麼了 什麼怎麼了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還好 呵呵呵 啊 我腳邊有蟲啊 超死 這樣就行了吧 謝謝謝謝 幹嘛跟我保持距離啊 哦 是他把他踩死的聲音 呵呵 你啊 被關在一個很不得了的地方 是啊 老實說精靈 精神瀕臨瘋狂 如果是裡面放了屍體的話還真糟糕 應該都被撤走了吧 話說你被關在這裡的時候 沒順便調查一下這房間嗎 說不定會找到能出去的工具什麼的 一般來說 沒人有那種膽量吧 有啊 你現在在你旁邊那個就有啊 沒東西嗎 有就傷腦筋了 對啊 你旁邊那個就已經有這個膽量了其實 好啦 推門喔 欸 不對 先讓他去找他同學好了 那是他同學吧 那什麼 那...好可怕 別進去 喔 唉唷 他知道耶 他知道裡面可能有東西耶 有點猛喔 奇怪 打不開 可能見招的時候有毛病 我一個人打不開 你幫忙推一下 嗯 一 二 你啊 有沒有認真推啊 沒禮貌 我拼命推了耶 嘻 只能找別人出口了嗎 話說 這些醫院還真是不尋常的安靜啊 我的三個同學應該還在這裡啊 一個人已經死了 我猜 欸 之前我有跟他一起行動 換他落單了 好像被襲擊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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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騙人的吧 他的遺體在廁所 好 這個真的是一個 富有感情的那個...對話 不過...感情是單方面的就是了 單方面有感情的feel 不...不會吧 沒副同學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對...對了 警察 要不要緊才行 這裡用不了手機 不...是...吧 路口也被堵住了 只能照別人出口 飼料室前面好像有路 去那裡看看吧 那條路也被看起來很重的東西堵住了 還是得想想辦法 嗯...他拿是什麼東西 好像什麼聲音耶 獲得病房的鑰匙 喂...快走吧 啊...啊...嗯... 接下來就順便吧 欸... 沒事 走吧 你怎麼了 總覺得心情很複雜 不...沒事 忘了吧 總覺得心情很複雜 喔... 其實這一件是他同學沒錯啦 這一點是可以確認的 進不去 進不去 沒東西 這裡什麼都沒有 我剛剛什麼都沒看到 剛剛那好像是個小女孩對不對 金頭髮小牛 好可愛喔 女...女孩子 哥哥你們好 你是誰 倉浦就是倉浦喔 倉浦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啊 很危險啊 我在找爸爸媽媽 可是都找不到 他們去哪裡了呢 跟爸媽走散了 那跟我們一起走吧 你獨自行動 我很不放心 不...沒關係 我要自己找 欸...可是... 再見囉 走掉了 別管他了 走吧 欸...可是... 啊...忘了拍照片 蛤... 算了 我跟這個人一起行動沒問題嗎 他應該已經注意到倉浦是一個 小鬼鬼了 阿飄飄小鬼鬼 對啊...倉浦 這血跡還沒乾會不會說明後面有什麼啊 沒有